弄纸,走上 我去上学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 什么都不用做啊 听听课啊 感觉没有压力 那边留着我很多的青春啊 在那边 然后还有 那个时光是很开心的 今天我要代替我的儿子去上学咯 现在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的去上我三年级 人生第二个三年级 我在等着校车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不入可退 我要上车了 你们要抗讨我啊 不是我抗讨你 一踏入校园的时候 就是跟小朋友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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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上课了啊就来迟到 介绍了就要行李啦 很久没有行这个李啊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呦回去 回去怕老师的感觉了 回去一个 童年的心 图书干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适的感觉了 看到小小的桌子啊也还要可爱啊 下午餐可能因为吃少 我就很饿了 饿到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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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个麦会不会响 我有点排血的 小孩子给我的眼光的时候就是 为什么你来读书 你几年级 我几年级 我三年级 你猜我几岁 我猜你六年级罢了 我体育课 我就参照一般小朋友打篮球 然后他们很活动 有一个真的是跑到很快很快 没有力了 我投降 跟他们玩 真的是忘记自己很多烦恼 打完篮球过后 还要上电脑 我电脑的冷气是非常的冷 一进到那个门口的想法就是 哇 里面有一种床的话 极好 我就可以踏下去睡一下 然后还有我不喜欢的马来文课 又遇到那个老师非常的严厉 叫我读书 赞助不到了 到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想回家 写着我 我终于放学了 终于放学了 超级想回家冲凉 就睡觉 但是不能 不能睡 还有一个补习班要上啊 我经过了今天的这个行程过后啊 然后好像跑了一个马来松这样 整个行程真的不容易过 我真的很感谢 因为我明白到要怎样支持他 我会想要给他补充一些营养啊 或者给他吃了有精神啊 我不懂我可以做到哪里啊 但是今天会令我有一点改变啊 不要因为成绩 也不要因为他 他回来累的时候 只怪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其实 不比你做工轻松啊 他其实 是我的 Stronger Little Man来的 最后我很想说的是 这个过程 虽然是很短暂的 但是 真的在我心中是 永恒的 嗯 是的 嗯 是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